大家好,我是Asta,陳二堤 我是KK,侯勝華 大家現在在聽的節目是芝麻開門DSE 也是我們一個新的節目 這集是第一集 我們一年五集的這個系列節目 就是顧名思義和DSE有關 會講很多DSE相關的主題和話題 會請來嘉賓做分享 而芝麻開門就是要打開一些大門 究竟要闖開什麼大門 為什麼會有芝麻開門DSE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就要問KK 那個淵源是什麼呢? 好,Asta 其實講這個節目之前 我們就首先要帶出 DSE星學攻略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由2019年開始做的 我們用新城教育家的名義做 為什麼會有新城教育家這個平台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留意到 在市面上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有四方八面飛來 但是可能是有N班 幼稚園 升小學 升中學 但是沒有一個平台 很好的整合到這些資訊內容 所以就有了我們要去搞 新城教育家的這個理念 也確實是的 我們平時做開節目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一些聽眾 對於教育方面的東西 是非常之關心的 所以新城教育家 平時就會回省各種的內容 去帶給大家 然後當然DSE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上 對 所以我們就有了一本攻略書 今年也繼續做這個攻略書 今年這本書也繼續做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 比起2019年開始 其實我們今年第三年的版本 我們會更加專注在電子版 往年電子版 其實我們是用PDF揭頁的模式 今年我們會更加Mobile User Friendly 希望那些學生 他們在無論是扣門 找學校 去準備他們升學的時候 可以用一部電話 就已經解決了他們要找的不同的資訊 我知道這次用了16比9 是嗎? 就是新嘗試 沒錯 於是我們也有一個新節目 也應運而生 就是這個芝麻開門DSE 是的 今年的節目就很感謝你跟我一起做主持 很榮幸的 謝謝你 另外其實我們也在內容上 有不同的調整 例如在海外升學和內地升學 我們是有更大的篇幅去做的 所以在節目中 我們也邀請了不同的嘉賓 包括會有一個內地升學的專家 和有幾個過來人 去跟我們做分享 嗯 也確實是 香港 我們在這裡考DSE 但沒有說我們的出路 只是可以在香港 我們香港的朋友 都可以四方八面 去找自己喜歡的出路 而DSE 都是不同的選擇裡面 其中一個 我不可以用踏腳石來形容的 但它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不過它不是終點 這個可能都是我們在節目裡面 會嘗試帶給大家的一個訊息 沒錯 雖然我距離考DSE的年紀 就已經有一些時間 不要提 我剛剛發現 其實今年已經是第十屆DSE 是 我是第一屆 是 總之我就是白老鼠 是 然後KK 也是一個特別的學生之下 沒有說產物 是 的學生 當年的 所以我們都會在第一集的節目內容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自己的經驗是怎樣 我們的經歷是怎樣 其實在 去準備好這個節目也好 或者去做之前的書也好 整個過程之中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對你來說都是新鮮 或者是一種新的啟發特長 雖然我沒有經歷DSE 有另一個考試 也是要考大學這條路 經歷完之後 現在再看回 這一代的學生 他們去考的時候 其實好像剛才Essa這樣說 我想DSE也好 或者其他的高考 或者招生也好 它只不過是我們人生的其中一個階段 而我更加願意去說它其實是一個起點 而不是一個終點 當然它結束了中學生涯 但是中學生涯之後 其實才是人生剛剛開始 包括我們想做些什麼 我們的就業方向 我們之後想發展的東西 所以雖然我們從小B M班幼稚園開始做起 但是來到這裡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 比如加上已經成年 有18歲的負擔在身上 會更加深刻地去想 那我以後想走哪條路呢 所以其實無論是教育家 還是這本書 我們都是肩負著這個抱負 希望無論作為國內人 還是我們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理念 我想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你確實在你的人生經歷到 每一個可以說的重要的節點 你會多了去思考 我想DSE這件事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存在價值 也不只是DSE 各種高考的制度 可能會激發到大家去思考 究竟我之後的路想怎樣走 我覺得這件事可能是整個考試制度最大的益處 大家可以多了去做不同的思考 剛剛KK就說到 其實在這些時候 大家會去想未來的發展 這個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起點 不如你也分享一下 因為你剛才說了幾次 你經過了一個不同的學制度 我可以說是異於常人 即是異於大部分香港的朋友 可不可以說一下那個學制是怎樣的 而你在面臨這個學制度的時候 你又是做了什麼思考 我當時沒有這麼幸運可以自己思考 因為由小學 四五年級的時候 家人已經決定了 我們要去做第一代的跨境學童 首先是全家搬到深圳 然後才開始 我們轉到內地的教育系統裡去做 包括無論是當時由小學升中學 還是初中升高中 然後到高中要再去面對內地聯合主張 但是當時這個是家人的考慮 是的 其實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年紀太小 你不知道在面對什麼 沒錯 又突然成為第一批跨境學童 是的 每天過關上學 作為小朋友來說 為何後來不去了深圳讀初中和高中呢 就是因為太累了 每天很早起床過關 然後回學後再過關 然後回來做功課 但是因為出院 可不可以問 出院什麼考慮有這樣的選擇 你知道為什麼是爸爸媽媽 應該是因為當時爸爸的工作 OK 所以可能方便爸爸工作 變成要去內地讀書 我想主流的觀眾 聽眾 或者其實都不僅僅在香港 可以說是這個世界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Stereotype 也好 還是真有其事也好 就是覺得內地的升學 是非常之競爭激烈 一來 二來就覺得都很搶 對 又常常晚自修 又要自修 分校時間很長 對 我們都會覺得香港學童壓力都偏大 你會覺得內地讀書的壓力是怎樣 我會形容其實由中學開始 因為中學比較有記憶 還有比較要認知 中學開始的生活 其實在內地 它盡量令到學生 是完全進入了學習這個模式 就算你有放樂活動 其實你也在學校進行 就像剛才所說 有晚自習 會在學校吃晚酒 吃晚上 所以整個學生的生涯 就完全是渡過學習 溫習 然後休息睡覺 再起床再學習 再溫習再吃飯 這樣的生活 即是它就 很令你有這個自我意識 我是一個學生 這件事 沒錯 OK 你喜不喜歡這樣的模式 或者可能試到今天 你看回頭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制度 你從中有沒有什麼得益 其實去到中學的時候 是可以選擇的 因為從小學升中學 你要面臨著 究竟你是留在內地上升中學 還是你要回香港 還是要去外國 當時無論我 或者父母的考慮 我們希望中文可以好一點 當然中文英文對我來說 我本身不是一個讀書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都會擔心自己的中文 和英文都不好 但是我想在內地 除了由語言學中文的優勢之外 是因為它完全進入了學生的生活 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它更加投入 所以不會有太多的疾念 例如你會不會擔心小朋友學壞 總有的 但我想在這個氛圍之下 機會比較小 總之它整個社會 學校的氣氛 就是在這裡 督促著你要做一個好的學生 爸爸媽媽就覺得 我們就是要這樣的忙 KK你去讀書 留在學校讀書 選擇了留在內地上升學 去到升大學 有一個什麼情況 因為我想這可能是我單方面的看法 就好像內地高考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你當時有沒有受到這個氛圍的影響呢 那我們下一節會回來繼續跟大家說一下 好 好 回來芝麻開門DSE的時間 Esta 我是KK 剛才有問到KK 究竟在內地的考時高考的氛圍是怎樣 你又是怎樣去做這個升學的決定 當時你說透過考高考 我可以想一下自己未來人生想要一個怎樣的方向 你當時又是想到我想要一個怎樣的未來 坦白說要準備高考的時候 其實去到高中的一二年級 是壓力很大的 因為高考的競爭是更加大 它又有一個地域性的問題 譬如如果我在深圳參加高考 其實我可以考到比較好的學校 我會看著廣東省 如果我出去了廣東省 譬如我要去上海或者北京 我的競爭會比在上海和北京 當地的人是要大 我也有聽聞過這些 沒錯 而這個競爭之大 它不是再多幾十一百人跟你爭 而是幾十萬人跟你爭 即他們那些分數 可能差一分就已經是很多人 很多個考生 沒錯 而且好像不知如何 在不同的地區 考過訓卷的難度又會有不同 是 是 並且有些地方你要考得高分一點 你才可以進入好一點的學校 有些地方相對來說 那條分數線又沒有那麼高 就是那條分數線 但在我高中二年級的時候 就獲得一個喜訊 原來港澳的學生 在內地參加的內地大學 有一個叫做聯合招生的考試 我們都用了同樣的內容 但是用一個不同的學制和考試的制度 再有一個不同的分數線去考這些大學 等等 你最後不是考了內地的高考 但你要讀內地高考的內容 沒錯 去參加另外一套專門 為港澳學生設計的考試 然後就全國分佈在不同地方的 港澳的考生都去考這個試 是的 然後就享有一個港澳分數線 對 就用我們的基準去考內地的大學 那是在你的現地考的 即是在深圳考考這個試 當時我當時還很早 十幾年前考 就要回來香港考 所以就在內地不同地方的香港的學生 都回來香港去接受這個試 但內容就是內地的考核範圍 沒錯 其實比高考更多 譬如我當時讀文科 我們有中英數的 在高中的時候我選了地理 這個叫我們的選修科 其實在內地 大學生只要考大學的大學生 他們只要考三個中英數科 加他們選修的科 還有一個叫綜合類似常識的科 但是如果在港澳生的考試範圍裡面 我們是要考中英數 加另一個是所有都含蓋的專業選手 包括我們當時的文科 可以選擇地理、歷史和思想政治 我們沒有思想政治 但是地理和歷史是要同時選手 所以最後有多少課? 五課 OK 反而DSE考得更多 不是吧 我考了七課 我當年 第一屆DSE 第一屆DSE 其實本身可以當作第八課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零零細細在數學 他們覺得考生在數學可以有更多發展 就有個M1和M2的顯生科目 我當時選擇學校 要求我班的學生 一定要在M1和M2裡面 選擇其中一個發展的方向來讀 那他們的分別是什麼? M1和M2相對來說 大家會覺得M1比較容易 M2比較難 M2好像要和微積分有點相關 我當時自認自己數學是不太好 如果可以給我的選擇 我兩個都不選擇 我不選M1和M2 但因為學校要求 最後我選了M1 所以我不知道M2的同學究竟在讀什麼 但我有一個概念 他們面臨比我更大的數學挑戰 但我最後沒有考到M1 因為去到最後一年的時候 老師就說你們現在可以自由選擇 究竟要不要去考現生的部分 我就說OK 我不考 我就沒有去考這件事 我只是考了普通數學的那份卷 但是呢 不論是M1簡單一點 還是M2就更加 我覺得是更加困難一點 第一屆DIC 我想可以參考的事情 是沒有的 對你來說一定很難 你說作為白老鼠的狀況是怎樣 但其實以你的情況 都是你可以借鑑的 應該都不是很多 我想我們在這裡是有共同點的 沒有東西可以借鑑 沒有東西可以借鑑 因為你身邊的同學是深圳的同學 他們是打算參加內地的高考 是 你自己一個人 零零丁丁 遲些是要去面對第二份考卷的 沒錯 那你那個考試的狀態 和其他人是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我記得去到最後那一年要備考的時候 我已經有少少開始脫離了我們整個學校的生活 因為我比其他同學要多一科選手科 但是在高二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有一年的時間去學選手科 那就是我要另外再撥時間去學別人已經學了的另一科 哦 所以你整個考試那個 或者被戰的那個步伐 就和其他人不一樣了 被戰的時候很孤單 那我的狀況就是 我們全世界都很孤單 所以我們一起孤單 當時就是沒有人知道 究竟DSE是發生什麼事的 我們可以參考的所謂past paper 就是過去的考卷 其實是以前的A級的考卷 嗯 但是A級的全文是會和DSE很不同的 那也會有人說究竟DSE的難度呢 是在哪裡的 就是沒有人不明白 究竟DSE是有A級的那麼難嗎 它會不會是其實更近會考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做會考和做A級的卷 那個難度應該就是沒有人知道 當時是真的沒有人知道 嗯 並且我覺得當時整個考試 還是一個很實驗性的階段 嗯 所以你如果和現時的DSE去比較 我們當時做了很多現在的DSE不用做的事 包括可能在校本平和方面 尤其是LS這一科 通識教育這一科 其實我覺得和現在的DSE考生考的事都很不一樣 但是當年我們就是沒有了 就是招殺 嗯 但是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反而你會覺得 你可以擔心的東西也少了 是 因為你不知道有什麼很擔心的狀況之下 你反而沒有什麼很擔心的感覺 沒有包袱 而且大家都是這樣 你會想到很多好像大家都是這樣 嗯 一起去試一下新的東西 老師就很不想我們這樣放鬆 他們就會有很多我還記得的恐嚇 他們就說你們這一屆的DSE考生 第一屆你們只有18%的考生可以進入大學 你就算一下你會不會是那18% 嗯 那很少那18% 你就會有點害怕 那當時呢 這件事聽起來可能是有點自私的 嗯 就是呢 我們的同學們就在想 如果我們想我們來全班一起進大學 當時是有這個集體詠譽的 是 如果我們想全班一起進大學 如果我們班是百分百的話 就是我們要拿了別人學校的那個百分比 是嗎 是 我們就很努力想做這件事 是 就是我們想全班 可以做到什麼準備呢 但是這樣 例如我們可能會去不同的補習社補習 嗯 那大家會分享一些題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班的那個百分比 是 就是做了很多這些 全班互利的 考試備戰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當時的氛圍是挺不錯的 但是DSE的不確定性是很高的 並且我們是考七科 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是四科的主修 然後三科的Elective 由這三科Elective的組合都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你可以選擇一些文科 你可以選擇一些尼科 你可以選擇一些尼科 它究竟出來的是怎樣呢 都算是一個很未知的 的一個試驗 當時就是覺得自己是一個白老鼠 但是 大家都是這樣 白老鼠最終的試驗成果是怎樣 我想會有開心的白老鼠 和不開心的白老鼠 就如同每一屆的考試 都會有考得很好的朋友 和有很失落的朋友 你自己呢? 我自己是 最後可以讀我自己想讀的科目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平靜的白老鼠 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當你考完之後 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 你以後的方向要怎樣走 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即使你在當刻沒有的話 也不代表你以後不會有 所以我覺得都是回到 我們這個節目的最重心 就是無論我們是走一個什麼學制 就像KK那樣 走一條異於常人的學制 又不同內地考生 又不同香港考生的一個考試制度 又或者好像我們當時這樣 好像摸著石頭過河去考DSE 或者現在我們 今時今日的DSE考生都好 其實都一樣 即我們在面對高考這件事 或者面對以後的發展方向 都是一樣 即是你會有很多迷惘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做得好的時候 可能會有做得不好的時候 但最重要的都是你之後 如何面對自己不同的選擇 我想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無論是哪一邊的白老鼠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包括自己想去學什麼 做什麼 以及我們處於的那個學制裏面 究竟有什麼選擇 但是我又真的覺得 無論在哪一個環境 在哪一個制度之下 其實有很多的選擇 所以永遠不會只有一條出路 也不是非黑即白 如果不是成功 就是失敗 由這個節目開始 我們將這個祝福傳播出去 變成它是一個 你開啟後面更多可能性的起點 而不是一個人生成功還是失敗的重點 在之後的節目 一連四集之後會有 我們都會再跟大家開不同的大門 念一下這個祝福 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 有更多的可能性和發展方向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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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